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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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接着来 我再给各位很简单的来复习一下 这个可以说免给两三百年的戏曲的雅俗的推移 因为这个容易混乱 中国戏曲真是大胜 是从明代的万力 明代的万力啊 在宫廷中 有所谓 宫隙 和外戏 宫隙 属于典雅的 外戏是外边进来 属于是俗的 各位也要知道 雅俗是一种对比 没有绝对的雅 没有绝对的俗 就像好坏 美丑 真假 都是对比出来的 那时候的宫隙 就是北极 就是圆杂局 北曲杂局 维亚 那外戏呢 就是南戏 南戏戏文里面两个枪 昆珀 chocol 坑山羌 昆杉羊羌 ips Gun 万力后 到清初 至清初 在北极呢 毕竟太老了 萧啊 剩下 宫戏边剩下 昆山 印牙 他们也竞争 那一缩谁牙呢 这个牙 这个就属 它牙 它属 这是青醋 这个亚熟的 这个结果 他们两个呢就合起来 产生了 一个混血 叫昆印牙 所以占不了 便宜 就是物理 的一种现象 接着康熙年间 康熙年间呢 第一个就是陕西邦子 陕西邦子就第一次被称为乱谈的 第一次被称为乱谈的 因为那时候文人还是喜欢听什么 昆腔 所以他进入北京以后 亚拉还是这个 熟的这个 但是文人觉得 耳朵听起来 他捡着乱谈意气 所以陕西邦子被称为乱谈的 乱谈在我们现在台湾还有 但意义不一样 内涵也不一样 这两者呢 这两者又产生了一个叫怎么样呢 又叫做坤邦 也就合起来 这说的一阳枪 一阳枪也在康熙年间 他因为王府 王府的这个影响的关系 所以他精化 变成金枪 这个金枪 和帮子呢 也斗争了 和这个帮子 结果 金枪因为高级文人贵主 所以他就牙 他就属 他牙他属 可是这两个呢 也合起来 也产生了金帮 康熙以后 庸正呢 因为只有十七年 到乾隆 这一些延续到乾隆 可是乾隆五十五年 我说大事 因为乾隆几岁啊 八十岁 八十岁 上礼拜我们说 那个盈商啊 他叫江都 他名字叫江都 江广是什么呀 江广名要广平 江广名吧 他呢 灰斑 组织灰斑进京 灰斑 这所有灰斑 带进去的 是另外一种乱坛 这种乱坛 就是各地方 戏腔调的 总称 总称 它包含呢 包含有一扬腔 还有一扬腔 已经转化的高腔 还有奥黄腔 还有帮子腔 琴腔 甚至于罗罗腔 等等 都叫乱坛 高腔 高腔事实上 是由一扬腔转化来的 这个琴腔 和帮子腔 各位 琴腔啊 琴腔它怎么样呢 琴腔就是 以地域为名 以地域为名 帮子是什么 以打击业为名 不一样 那在琴腔 有一种它的载体 它的载体是 西调 西调是 这歌要小调 杂曲之类的 那么这个呢 诅咒乐器 是用吹管 吹管 譬如说笛子 譬如说 售纳之类的 另外一种呢 它是裸骨杂细 裸骨杂细啊 它用湿占体 所以这个呢 是算取牌体 这个是取牌体 取牌体因为 它的这个 主作乐器是吹管 所以产生了 我们所说的吹腔 这裸骨杂细 这裸骨杂细 施战体呢 它用弦跃 就浮琴 因此呢 又叫浮琴腔 吹腔 在北方 浮琴腔 在四川 这个浮琴腔的琴腔 在四川 在乾隆年间 出来一个了不起的 演员 魅力很大 叫魏长生 叫魏长生 所以乾隆55年 进入北京 的所谓琴腔 是魏长生的 胡琴腔 他演的基本上是小戏 是粉戏 各位知道什么叫粉戏吗 就是 那个 俗语啊 比较难以 难以打情骂俏啊 这些啊 风情之类的 所以影响很大 大家都喜欢 都喜欢 在这里边啊 有阿黄枪 慢慢的 我们上个礼拜所说的 方子羌 传到湖北襄阳 襄阳这个地方 就叫襄阳调 襄阳的人 说这个 曲调是哪里来的啊 是西方来的 而当时候 在襄阳的这个图语 曲子就叫匹儿 所以西方传来的曲子 就叫什么 西匹 所以西匹也就是襄阳调 襄阳代表古代的楚国 所以叫楚调 各位 你们啊 读书如果没有仔细考察 光对这些名词 你就搞得头昏脑战 其实他是医物之义 因此在襄阳这个地方 我们说阿尔坊是怎么来来去的吧 江西有个地方叫襄阳 因为邦子枪的势力非常大 到处流波 也流波到襄阳 他就产生了遗防枪 他就产生了遗防枪 是取牌体 是取牌体 不一样的 唐贤祖那个遗防枪 是海岩枪的变体 这个也是很麻烦 船尾被搞混了 那么这个遗防枪 那么这个遗防枪 传到了江浙 江浙人呢 黄王不分 还有阿尔呢 殷尽 他们的语言里边 阿尔和瑜 王和王不分 所以以防就被写成了什么样呢 有四种写法 这四种都建于文献 文献资料都有这四种写法 那哪一种被写的最多啊 这个被大家用的最多 所以就以它为阿尔 语 我们用南话 疑难 语啊的话 疑疑 是吧 红 红 语言的问题 这个在民间 你搞不懂俗文学 研究戏曲很麻烦 这两种腔调 西比奥调 机油考察 这两种腔调 它们俩呢 在乾隆年间 已经在北京 在北京 在武汉 阳州 这三个地方 已经复古来用 成为批房了 其实在乾隆年间 批房就结合 但是影响到 经济的 经济的 是要到道光年间 各位 道光年间 开始出现了我们所说的什么 前三节 后三节 那么像陈长庚 张阿奎 还有谁啊 怎么把他忘了 前三节第一个是谁啊 祢三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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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三圣是哪里人 祢三圣是湖北人 那祢三圣 幺三圣 和另外的一些人 他们进京 那名字我都写了 我们现在都忘记 谭心培还后来 他们到北京去 使得这个嬉皮地位更重要 那后来我们说谭心培把这个什么样 谭心培把他们精化 精化就是什么精化 用十三道策的押韵 保留了胡广阴的生物 所以你们精聚才有 才有这个什么尖团阴 上火阴 都是未来要调试胡广阴 保留胡广阴的味道 但北京人还听得懂 又有这个胡广的这个 音韵腔调的特色 所以才产生了所谓皮黄系 皮黄系 皮黄系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产生的 那皮黄两者的这个融合 也不是一下就完全融合 而是皮黄系的西匹奥黄各唱各的戏的剧目 只是在同一个戏班演出 再进一步 这一场演西匹 那一场演奥黄 再进一步 前半用西匹唱 后半用奥黄唱 再进一步 我唱前几句西匹奥黄 后唱几句这个什么奥黄 然后最后就西匹奥黄交错音用 这样的一种逐渐的融合 那因为西匹奥黄都是一个同一个根源 哪个根源 帮子西 帮子枪 同个根源 只是西匹保留了帮子枪 西北的高亢的特色 二皇是融入了一皇枪怎么样 输钱这个特色 那么真正形成经济 不是在道光 而是同志六年 由于北京的匹房戏班 向北是到天津 向南就到哪里 上海 天津人上海人说 这是北京来的经朝派经系 那上海那边的人说 我们是海派经系 因为上海接受到 外来的影响比较大 比较大 也就说 一个巨种的成立 必须是他 流过 到外边出去了 人家给他一个名字 因此精细 到现在 可以算算算才多少年呢 同志六年 到光是十一年 同志是十九年 所以 十六 十六加 十一 二十七 光绪又三十三 六十 六十几年 六十几年加上民国 所以真正经济也不过 一两百年而已 一两百年 不过因为算都是从道光就算起 道光算起 因此呢 经济最发达的时候 是在 光绪 还有民国初年 经济刚刚 形成的时候 请问各位 圣诞经末初 是以哪一个行当为主要 圣的什么 为什么会是圣的老圣 对啦 那为什么 难道其他的诞生不能演中 叫结语 那 老圣的老圣 没错啊 老圣都演 庞代戏 为什么 因为他的根源是什么 帮子戏 帮子戏 就是以 就是以袍带戏 老圣为主 所以 中国戏曲 唱作 练打 那个打 这个艺术 我们 圆杂记 明清传奇 都没有发展得好 有的是什么 一扬枪 在明代 杂耍特记 你们那个杂耍特记 但融入戏曲 形成戏曲表演艺术 是帮子枪 帮子枪就传给了谁啊 传给了 京剧 所以 唱作练打的完成 是帮子枪 完成的 在杂耍特记 的时代 是一扬枪 明代 已经很发达 那么第二个 第二个 能够和 老圣打对台的 是什么角色 但 那么但 又出来 哪一些人 把它撑起来 四大名蛋 有一个领头 的人物 王瑶青 王瑶青 就把蛋脚 发文出来 蛋脚 有王瑶青 但是如果没有 他四个学生 也修想完成 不是我催你 我在台大 把戏曲 这门学问拉拔 可是我们中文系 这些年来 戏曲的课 几乎都要没有 你看我这个八十岁老头 还在这里 苦称 如果我不再开课 那这门学问 大概就到此为止 但是再怎么开 前天系主音挂张给我 我说我最多在一年吧 真的没有办法再 再往后 你必须要 有新传 或计要有能够 这个来开展 维系 一不醉 这是很艰辛的 艰辛 所以像佩勋啊 像你们几位 可以多用一点心 维系齐这门学问 在中国运文学里边 可以开发的还很多很多 因为以前 大家不了解 其实维系的在运文方面 那它是超过诗词 那它是超过诗词很多的 它又要艺术 艺术又那么广大 尤其艺术里边的音乐 表演 这里边的那个学问 哪是你们像我刚才 写一首诗 我随时随地都可以写一首诗 我能不能随时随地编一个句啊 不行的 不行的 你编一个句 如果要编昆起 要起牌的格力啊 有时押韵也要参开运输啊 那格力要有格力谱啊 可是诗呢 你随口就可以引用 词 也就比较难一点 但是起码没有起那么麻烦 好吧 我们来 把这个 把这个 把这个亚俗之间啊 他终于 归到 成为这个经句的历程 大概这样 各位有没有发现 一个不成分法 他们堕了半天 结果都怎么样 融会而成为 一个新的 一体 一体 好 那么 能成为 几国上下 的一个大巨种 西匹奥黄 是相得一张的 是互无有无的 而不是互相冲突 物理还是一样的 然后呢 他一定有他传统的 特色 有开展 有开展以后 传统所没有的 新的艺术 元素进来 才能生生不息 所以扎根传统的创新 才是一个艺术文化 正确的道路 正确的道路 同样的 我们对于中西基曲 中西的融合 如果你 如果你 没有 自己传统的 守住自己 传统的 优美的族宿 完全吸收西方的 你就怎么样 成为 失根的兰花 你 必然 就没有民主的根源 你如果只 坚守自己的传统 而不知道 积取现代 或者外来的 新鲜的活力 那么你就 固步自封 你就不能前进 你终于也要 被时代所淘汰 所以不成文化 锁住 历久不衰的美服 使它 更加新 更加丰富 积其外来 可以吸收进来的 来作为我们的滋养 这个是滋养 而不是吸取 以外来的 可能是一种毒素 都不一定 所以 积取外来的 也要有 积取的方法 和正确的 这个判断 而不是 盲面于一死 毫不选择的 成为一种蜂巢 我们现在学术界 一个很可怕的现象 就是抓住西方一个新的文学理论 就拿来硬套 硬塞 削足数理而不足足 我在美国的这个阿里罗纳 有一次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就是他们的一个新的理论 就是戏曲的时空观念 结果呢 包括大陆的台湾的美国的 通通拿剧本里面 所写的 男女主角 从南京到北京 从南京到北京的这个活动 活动这个活动图 这里去哪里来 这里去哪里来 我不客气地批评他 说你们啊 所谈的这个戏剧的时空 不是中国的时空 中国的时空 是舞台上 这个什么呢 非常自由的流转 时间 只要角色一上一下 空间只要角色走动 走动几步也可以 跑一个圈子都可以 无所谓看你表演 他是这样在自由的流转 而不是剧本里边 所描写的 从南京到北京 从北京到南昌 这个剧作家 或者这个作者 这个作者医生里边 跑哪些地方 故事 我说真正的中国剧场的时空 是在戏曲的这个剧场的形式 和演出的场合 所以我才写了一篇怎么样 戏曲剧场的五大类型 我说这才是中国真正的时空 我说这才是中国真正的时空 剧场不一样 演出的戏剧的 艺术内容思想观众什么都变 都不一样 等于把他们那一次的这个什么 整个推翻 当我讲完出来 有几个他们的教授 对着我都比 这样比 所以我这样来把他们脑筋都修正了 从此以后 再也不谈这个中国戏曲的时空观念 像这个就是一个错误 而我们台湾的大陆的一大票人 就在那边受到的影响有多大 那是因为我的年纪也比较大 所以比较敢于这个提出来 否定他们 否则此风一涨 你看如何 事实上我们现在的研究 戏曲的结构 中国戏曲的结构和西方的会一样吗 可是如果不是我在这个香港中文大学 提出戏曲的结构有内外在结构 这个观念的话 还不是西方那一条 行国主义什么主义乱七八糟 我就提出一个问题 你们难道认为戏曲的结构和 小说结构可以等量机关吗 如果认为不行 那你们用的方法都错误 因为你们用的是小说的结构 各位知道小说结构和戏结构会不会一样 小说不必要演出来 这个小脑想就可以 我們明蘭話做腳踏骨的腳踏骨 像是像就知道了 好 接著我們來談另外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也非常重要 經濟流派藝術 各位 你們一定都常感受到 我們想一個論題 很重要的就是對這個論題的名義的問題 經濟流派藝術 你看經濟流派藝術的關鍵詞 有幾個啊 有經濟 有流派 有流派 有藝術 有流派藝術 有流派藝術 有經濟流派 經濟流派藝術 經濟流派藝術 這多層次的 好幾個 好幾個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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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濟流派藝術 有流派藝術 有幾個關鍵詞 有永派藝術 有流派藝術 也有елю派藝術 不把他的背景 应有的背景条件弄清楚 你就拿你来论收这个问题 我们是第一个 第二 到底什么叫做牛派 牛派要具备哪些条件才能叫牛派 所以牛派的定位不一样 它产生的这个念含 观念都会不一样 那比如说这个牛派艺术 你听说过经济的牛派艺术 有没有听说过分据的牛派艺术 没有 那为什么 你没有听说 所以没听说没有 按经济有 他可见 他们彼此之间有没有先天 就使得他 非有不可 往这个有的方向发展 的条件 那么他先天就 你发展也没用 所以就到此为止 这是个问题 除了我们这篇文章以外 没有人谈过 我喜欢吹牛 但在吹牛里面告诉同学 就是我们对一个问题的思考 的缜密性 才能突出 才能言人所不能演 才能见人所不能见 好 佩欣你来替我练一下 这个前演 论说金句流派艺术之建构 以戏曲之雅族配理 与金句成立发展之概考 清潜龙间戏曲史上有所谓花雅真横 指的是北京剧盘 雅户昏腔与花户乱坎间的竞争武销展 而事实上戏曲自大戏南戏北剧成立以后 戏曲的发展就是雅族间的真横提进 与交融续变的历程 笔者应有论说戏曲雅族之推移 大义为元代北剧是雅 南系世俗 这种观念直到著名杨舍生存的年代 北剧已衰 南系海盐腔正盛行时尚且如此 而肉肉与南系海盐昆山 余瑶一阳四大胸腔 则海盐昆腔是雅 余瑶一阳世俗 后来昆山取海盐而代之 亦阳和吕瑶为派 于是由万里坚至清康西坚 昆毅并列为亦一阳一俗 亦阳相在北京几间雅化 康西坚改成金腔与昆腔争猴 乾隆坚胜与昆腔 乾隆四十四年 属灵慧长生入都 包子与金腔昆腔静奏 冒润雅俗 则金昆召之皆属雅 而俗之包子为胜 乾隆五十五年以后回南 继续进京 从此至民族八年 五百三十年间 西属亚人之真和飞宜 六可分为嘉庆之昆腔灰调 道光间之昆腔瓶荒 头框间俗部金句独霸 雅目昆句衰落至清末明初 金朝派与海派金句对质 落论雅俗 则金朝派为雅 海派为俗 然而雅俗之急落 昆腻河流产生昆腻墙 金方而为金方子 更方而为金方子 西皮二皇更为皮皇 金派海派 亦为宁家骨 梅兰方的可见龙并屈 可见亦为宗容 至于南西北区间 其逐渐僵化 而终于产生新剧种之情况 笔者于明达之概论 论说吸取剧种 在谈戏文与传奇之分野 及其质变过程中 以详细论述 结论是 以戏文为物体 于元代间开始美式化 元末开始文式化 至名佳静默 昆山水波调化而三化完成 难续变而为传奇 以北达聚为物体 于元代开始文式化 明初开始南学化 至名佳静默 昆山水波调化而三化完成 难续变而为南达聚 其三者以下者 又称短聚 由以上可见 南西北区以下的戏剧发展进入 而陆润京剧的淤圆酿形成 一般都以前述花雅珍痕为淤圆 和静晶的灰干为淤酿的温床 至其形成的时间 自以1998年修订 中国戏剧出版社的 中国京剧史最为可惧 其大药如下 千龙55年 三秦班入都 到嘉庆八年 和春班成立 与佛佑于北京舞台上的 三姓 四喜 春排 合称四党徽班 颇有压倒一切这种奇斑之事 因为徽班有耳皇 吹枪 吹枪 包包子等 丰富优美的声称曲调 拥有众多题材广泛 风俗一懂的剧目 艺人广直播曲表演出色 正能出雷拔萃 到中间看掉著名演员 与佑仙 余三胜 王宏贵 李六 龙德云等 入境加强了 歸班的阵容和光彩 奠定以声学为主演的语剧面 同时改造并提高吸体二皇声枪主要 使声枪旋律丰富 使唱枪版式完备 在平板二皇基础上 繁衍出 腰板 三板 刀板 文板 快三眼 以及凡二皇等一个版式 西匹发展为二六版 留学版 三版 摇板 原版 漫版 谭心腿并且同一演唱原声调 在舞台上以中年音乐唱念 以《非诚》和《非诚》和《非诚》为 舞台原声调 至此 京剧的形成应当是 道光二十年左右的事 据《非诚》近经约五十年 其代表性演员是 《老生前三杰》 及《余三胜》 成长歌 张二回 这时舞台布局 找色分行 表演程式都以规范化 京剧于道光二十年完成后 至到宁波六年这六七十年间 是京剧由形成发展到成熟的阶段 也由于京剧的成熟 才能发展为犹派艺术 而从此也才展开了 犹派艺术即现分成 与京剧发展成熟而为顶胜的局面 所以各位有没有觉察 我们这一大段 有一个很重要的指趣 刘派艺术是在经纪 刚起来的时候 还是顶胜的时候 要顶胜的时候 这是第一 那么 顶胜 加上这个刘派艺术 就使得经纪的艺术 分批杂成 摆花齐放 然后也要考量到 为什么经纪这样顶胜的局面 可以来开展出流派艺术 刘派艺术是以名家为怎么样 为核心人物 那为什么名家为核心人物 它可以独立一次呢 来 好 裴行你再往下 把它练一下 二 流派与京剧艺术成长 因为京剧流派是京剧艺术 发展到比较承受阶段后的产物 也是一定时代和社会的产物 所以京剧流派与京剧艺术成长相表里 自然是学者公认的事实 譬如 许朝曾一无止境 谈流派的形成继承和发展云 艺术流派属于戏曲美学的范畴 流派一段出现 是剧种在艺术上日趋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 也是一个艺术家成熟的标志 重要流派的创始者常常代表这个剧种 某个发展阶段的最高水平 二 将都无论戏曲流派与 以戏剧为代表的戏曲艺术 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各种流派 又对扩大剧种影响 促进戏曲艺术的进一步繁荣 起了推动作用 流派分成 成了戏曲兴旺的一种标志 三 王志超 审美创造与艺术流派京剧表演艺术二提云 京剧流派分成永不共睹 二百年的京剧发展史 同时又是京剧流派和女分的辩证统一过程 杂交流声的统一过程 标准化与多样化的艺术统一过程 四 王正 京剧唱腔流派的发展云 流派艺术是京剧艺术的精髓 也是京剧艺术发展的标志 他与京剧艺术同步出现 在短短的二百年京剧发展史中 变身过许多形成自己流派的艺术家 五 王安晴 京剧流派艺术中 梅兰芳主席艺术之体现云 京剧的繁荣鼎盛以流派分成为标志 一部京剧史的发展 几乎可以流派的演进为主的中心 流派艺术实为京剧之主要内涵 许此五家已可概见京剧流派与京剧艺术之内涵 京剧史之发展有极密切的关系 因此 京剧流派可说是 京剧研究中极为紧要的问题 相关论主也已凡天累读 但是其根本性之问题 如流派名义 流派构成条件 流派建构之背景因素 流派建构之基础要素 流派建构不同风格与群体风格之历程等 不是为假问及就是恶而未详 或一说纷纭难断所从 已至专业词书 如中国戏曲曲艺词典 中国大百科全书 戏曲曲艺卷 京剧知识词典 中国戏曲表演艺术典 中国曲学大词典 京剧文化词典等 需未就京剧文派作词条解释 专书如京剧200年盖棺 京剧200年史话 北京兴趣故事 清代兴趣文学史 清代兴趣发展史等 已均未就京剧流派提出说明 也因此逼者乃不传简陋 就像上面所提出之问题 陈述个人的看法 并借此就诊方家 可见大家都认为这个重要 可是有没有像我们那样来探索 你看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哪一些啊 我们提出的问题是 经济流派可说是经济原理的最重要问题 但是其根本性的问题 如流派名义 对不对啊 流派过程的条件 流派建构的背景因素 流派建构的基础要素 流派建构独特风格 与群里风格的历程等 你看这几个是重要不重要啊 这几个是建构流派艺术 是必须要探讨的问题 可是呢 都没有探讨 因为没有探讨 所以我们必须要探讨 也就因此呢 我们写了这个就有它的意义了 好 那么 什么是流派的意义呢 别人呢不要看了 看看我的 翻到第七页 第七页 谢谢你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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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事实不然 唐贺座 施赛系 百腔系细区 则可以免去与并 皇室所举出的三个条件 果然是金剧流派 所必须具备 但不够具体 也未尽周延 省市所留意到的艺术流派 自然包括金剧流派 而他若其形成的却正在背景环境 时代文化剧种方式所指出的金剧界 密剧界对流派的区分 以唱腔艺术为基准 是书明了现代一般人对流派分野的共识 他严格的为流派所下的定义 也很为严谨一概 将是对于流派形成的重要看法是 个人风格发展为群体风格 广为流行 其条件中式更专利思考 从其所及客观条件和大小环境 七天后天朱英寺看来 对于演员开宗立派的种种制约 确实都言之成立 可见演员开宗立派是多么的困难 至于专属中国金剧史 对流派的含义 流派的形成的论述 因外皆出自民家手臂 堪称却当补义之论 尤其对于形成的特观因素 皆举例书明 都能教人手肯 但如果将流派建构之因素 及其形成之背景 以不同的考量和观点 将流派建构之基础 建构之过程 建构风格之完成 做纵统面之光照 则似可以可做另类 乃至更为清楚之论述 笔者就是有这样的企图 中国金剧史于1990年9月 全书上中下卷四册修订版出书之后 2004年元月 台湾理论书局出版信惠 京剧发展流派艺术 以第一章流派形成的基础 习目无价 角色流派 表演艺术在戏曲中的重要性 百枪体的特质 第二章 问流派形成的条件 习目无价 京剧之前的演员派别观念 表演风格化 坚论事成个性 专有剧目固定和作者 艺术传承 此书为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 王习教授所指导的硕士论文 莫入教授和提着铁为口 口事委员 非常欣赏 认为硕士论文在前日的基础上 而如此渐渐 成熟不易 尤其能从百枪体的特质 论流派形成的基础 识能言人所惠能言 若教诸同年三月 所出版过正 中国金句二十奖 金句的巨目与流派 其理论只有要详识得多 这些学者和专书 所序列有关金句流派的论述 可见反简深切有别 也有共识也有其见 共识实为基础 其见却不出途而可不符有如 其中江东勒论细取流派之成因 看似面面俱到 却不知流派并非所有性质一种所能具有 所力条件虽多 而体系尽然 却无本末轻重重质别 因之本人认为 在前协论述之前提下 对于金句流派之建构 尚有从不同角度不同观点来论述的必要 迪尔认为 如果给金句流派艺术下个定义 可以这么说 它是先由金句演员开创 被观众所喜爱任何的 独特表演风格 后来被共鸣模拟 终于新传友人而成群体风格 流行于剧团的一种金句表演艺术 它是随着开创者的成熟而建立 随着途中的新传而亡称 其本身虽是综合性 挫杂综合的有机体 但经仔细分析 也自有其建构的共同被组因素 有其建构的共同基本因素和个别基本因素 个别基本因素 事实上就是金句流派艺术成立的基础 各有其建构发展为独立风格的历程 最后则由独立风格进而为群体风格 流过去谈 于是流派才真正完成 以下笔者 您以此观念为纲领 于其节目论习讯述下 好 这一段呢 各位可以看出啊 就批评朱家 他们利弊得失 然后提出自己 比较更为作用 比较更为作用 而缜密的这个观点 然后呢 就根据着你的这个观点 去论述 别人所说的 别人所说的 你都做过衡量了 他 见过你自己的主体观念 就带领独则进入你的这个 事件 你的事件的世界里面 他一步一步的倒影他们 因为呢 这个问题本身呢 就很庞杂 我们从庞杂里边 见过了他的没落 他的层次 程序 好 第一呢 我们就 戏曲写意诚实性 和演员角色化的表演方式 像这个 好不好 念嘛 我今天比较衰弱一点 一 戏曲写意诚实性 和演员角色化的表演方式 京剧是戏曲等个剧种 自然具有戏曲的共性 以跟五月为美学基础 其本身皆不适宜写实 如此加上狭隘的剧场 自然产生虚拟象征 非写实而写意性表演的艺术原力 而为了使虚拟象征 达到优美的艺术化 使演员的唱作念党 有所遵循的规范 使观众 勇变于公共理想的理解 宋元街 形成了所谓格范 而变作科范 就是今日取一模式规范的程式 用此程式 对虚拟象征也所制约 然后戏曲表演等艺术原力才全完成 并从中延伸了歌舞性、发张性 與疏离且投入的直信 而戏曲又有角色 必须演员操任角色 伴取人物才再完成 角色即象征演员 在剧盘中的地位和所具备的 庞当艺术修为 同时也象征剧中人物的 類型和直信 戏曲演员 就在角色行当的艺术修为下 依循唱作念党首演身法部的程式 服饰化妆皆按规范 音乐节奏亦有模式 将戏曲的情节展现出来 所以充任任何角色门类的演员 只要上台演出 都必须要有这些合规重矩的功底 而演员的功底 越深厚 也越能在角色行当程式中 别有生发 因为其间自有生发的空间 如果演员能在其空间生发 游刃有余 这便说明有 演员有发挥自我特色的能力 新剧舞台上有成就的演员 莫不坚持长期锻炼 她们全不离手许不离口 项链三福 都练风酒 即使成名之后也未敢烧陷 欧阳于切说 梅兰芳在成名之后 也从来没有接待过学习 梅兰芳是每天必须坚持的功课 也因为她的鼓起身后 记忆精湛 对城市的运用达到了 北京所欲的日子的劲底 才能在传统的基础上 进行新的艺术创造 梅兰芳说 如果也见过 没有消化若干传统的艺术成果 在自己身上 就不可能具备很好的表现手段 也就等于平工创造 这不但是艺术进步过程中的阻碍 而且是很危险的 梅大师的经验之谈 正说明了扎根传统程式的身后功底 才能生发出新鲜的艺术感应 好 所以那个很深厚的 这个传统的表演程式功底 是一个流派艺术的怎么样 必须具备的基础 没有这个基础 你就谈不上更上一层楼 好 下边这个 二 诗战系百腔体的艺术特质 中国说唱和戏曲文学 就唱词本 有诗战系和词曲系统 诗战系指向诗那样的七言句 和像再那样的诗言句 七言有四三三四 单式双式音节两种形式 十言有三三四三四三 双式单式两种音节形式 句式叫固定 词曲就像词曲那样的长版句 三四四三四四三四三四四三四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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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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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詞句開詞 詞彈取台制約 有一定的致數 俱數 劇長 運常 劇式 彈奖求 憑者聲調率 協韻率和爆股率 從而使詞調取得性格鮮明 兩性先天制約性寬遠不同 所以歌勢在戏者可以自由把揮的空間很大 可以充分运转头发 显现一己的特色 反之歌词曲系者可以自由发挥的空间很小 其头发以大体为歌律所知 可灵动变化者少 所以难以显现一己的特色 但也由于虚在性讲究自然音律 人工音律的规范不多 所以趋于离俗粗漏 而词曲系人工音律规范严谨 自然音乐空间假效 所以高压精细 中国歌唱音乐基本建构在 公调曲牌腔调白眼音分口发之上 音分口发因人而言可以不论 如以词曲系而言 必须配当公调曲牌腔调白眼似者 因曲牌必有所同属之公调 必有所以承担之腔调 所以节奏快慢之白眼 应可简称曲牌体 如以试诞系而言 则但须所以承担之腔调 以所以节奏快慢之白眼即可 因此简称板腔调 也因为曲牌体的人工制约高 所以较高点 板腔调的人工制约低 所以较低俗 也因此词曲系唱词 必配曲牌体音乐 诗诞系唱词必配板腔调音乐 宝卷清潭词古词 都续诗诞系本腔调 其暂体音识名成话说唱词话 其微词曲系曲牌体者 如宋经词宫教 顺库传 就中国戏曲曲主艺术而言 宋元南曲细文 金元北曲杂剧 明清传奇 明清蓝杂剧都属词曲戏剧牌体 清代敌方系中 如平红枪系 帮子枪系剧中 皆属诗词弹系白枪体 金句是以西匹二皇为主枪的 多枪套剧种 唱词主要是整齐的七音句和十音句 音乐是以上下对句为基本单位 一般运用中央速度的上下乐句 原版为基础 进行各种不同 音高 旋律 节奏 速度 意义的变奏 形成一个新的曲调 一 就正二皇强而言 其声琴比较平和中生成 若呛过在板上 以于抒情表现沉思忧伤感伤悲愤的情绪 不过用于悲剧 起板室友 一 原版一版一页 二 漫版一版三页 反起板落也称三页或正版 比漫版稍快的脚中三页或中版 再快些叫快三页 中三页和快三页又何统称快三页 三 三版与摇板 二者差不多 节奏自由 可根据唱词情节自由发挥 三版多表达悲伤痛苦愤慨情绪 其伴奏节奏与唱唱一致 即所谓慢拉慢唱 而摇板是紧拉慢唱 无情的节奏比唱腔节奏要快 三 摇板会用于激动 喊破紧张和抒情 四 滚板又叫酷板 也属三版类型 常用于哭诉时 在唱腔上一个字追着一个字唱 五 导板也是三版形式 只有一个上句 列在一个正式唱版前面所为引导 顾名导板而认为导板 善于表现激动情绪 经常接碰板回容以鼓鼓一个下句 再接唱原版或半版等 六 顶板不是单独版式 代表一种开唱形式 即开唱时不过门 古典打多目之后 立即开唱 即碰板不是单独版式 代表一种开唱形式 即开唱时只有很短的五轻一奏 好了 不要念了 这里很多都是反式的问题 然后到了这一页的最后一行 要不要再翻过来 项以上 项以上所介绍的金句 十三页 西皮及其定调版式 可见腔腔本身有其深情特色 反眼形式也有其节奏模样 金粤演员必须熟悉其规格唱码 然后双能生巧地 从其自由的空间变化 建立起自己的特色来 这就要凭借着天双的音色 看起头发运转的后天修为了 至于 资讯戏曲排体 虽然所要承载的腔调 也同样有其深情特色 但其腔调只一种 如昆山水谷调 其板式也比较少 如昆枪只有一板一眼 一板三眼 流水板 散板 底板 头板 等六种而已 隔着在其枪板之间 因亦有发挥的空间 但由于其口法的数字 允许排格率 所以相对十三型板枪体 其自由度就大减着扣了 这里面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也就是说可以自由发挥的空间 是施战系宽大 还是持取系宽大 施战系 那经济是属于哪一系啊 施战系 说了半天就是说明这一点 好吧 今天就说到这里吧